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个麦体 麦麦体 你个麦体 今天的计划取消 回屋睡觉吧 这雨下得不大 康辉哥我也让他回去了 你这么中眼说瞎话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我都跟你学吗 下这么大雨还要吧 说瞎话的本领不都跟你学的吗 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雨 是不是你昨天给气象局打的电话 你找一找嘉宾的原因 你今天是把谁给请来了 康辉 子萌 张磊 为什么一大早上下这么大雨 哪有大早上把新闻联波叫来的 他们应该晚上七点 绝对不下雨 今天早上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我就在想 就是你该还的总是要还 昨天憋着一天没下 让我感受一下这暴雨 倾盆大雨 哈哈哈哈哈哈 漂泊大雨 来吧 让暴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哎你看过那个雨中曲吗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没有人家还有那个 心情感 i'm singing in the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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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海阶 然后我演那个警察 啊 I'm singing 感谢您的收看 这一期你好生活 就要在这样和谐的氛围当中 向您说再见了 在两个二哈的舞蹈当中 开始并结束 谢谢大家 生活有时充满阳光 有时倾盆大雨 但我们必须微笑面对 现在停了 你就按计划走啊 没有 我刚看了 还要下 后面可能还会下 那下的时候再说吧 走吧 先以一杯咖啡 开启美好的一天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感谢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最早 你别坐这儿 我咖啡都给你喝了 咖啡在这儿 你不要没事嘛 对 没事 知道吗 别人可能是每天早晨被闹钟叫醒 对 每天早晨被使命叫醒 对 我是每天早晨被咖啡叫醒 我也是 你知道我早上只要不喝咖啡 我那个眼肿的根本不行 你是物质上的 生理上的这个需求 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需求 原来你生活当中也是博士派的 什么叫博士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有知识含量的 我力争能够做到 但是确实差距还是很大 你们那谁是属于教授派的 你们聊到啥时候了 谁啊这是 谁的声音啊 我真是受不了 叽叽喳喳的 吵死了 吵死了 一大早的真是 哎我天 你个好觉都没 安稳觉都睡不了 不是什么意思啊 安静一会儿行吗 我们俩安静一下好吗 这都还有工作人员在休息呢 我们都彻夜工作 很不容易 一大早晨就在这儿也不顾别人 谁啊 谁啊 就想睡一会儿 你们俩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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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 先说我们俩一大早起来问谁啊 你们俩像话吗 我们就不喜欢在那种设计好的场景里出现 谁叫设计好的 那是我们早餐 我还想说你这俩队长就给这俩吃的 你们俩送将冰啊 跳伞来了吧 我可以一字不落地把你俩刚才坐在这儿 所有的内容给你复述出来 你复述 你说 傻贝宁是姓傻还是姓傻呀 永远不要隔着在背后说人坏话 隔 隔坐有耳 我跟你讲 是这样 你说我的坏话没关系 待会儿康辉来了 我会把你那一段 原原本本告诉康辉 我们说什么了 很帅 说康辉 为什么越老越帅 我能不能说他老 然后说康辉拉皮 还拍黄瓜呢 还拉皮 不过我跟你说拉皮也不如撑筋 小萨特厉害吧 这能说吗 什么呀 撑筋什么呀 现在你们谁还能站着用手摸脚尖的 有谁能做到 早知道 这有早能撑着 这是我可以的 开玩笑 你以为 摸地面 别抖 别抖 看晓妮那个青筋都抱起来 来 我可以 我跟你说我鞋跟高了 你的行脏多就暖了 来 你就这高度 你还穿增高鞋 我今天连体裤了 我可以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主要是早上起来 没撑进去 张伟呢 我不行 快快快快 我真的不行 张伟再一看 把脑门碰在脚尖上了 怎么都比我厉害 对 最好的应该是萨贝宁 对 他应该还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最好的是萨贝宁吗 抽筋抽得不刺 我见瑜伽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说 我就跟老师说 我说我这个柔韧性很差 老师说没关系 腿长得都这样 因为距离远 等一会儿 刚强来 刚强 刚强 刚强老师 刚才我才知道原来你叫刚强 我一直以为你叫康辉 后来我在那躺着睡觉的时候 有人在这儿大声聊天 说哎呀 要不说你傻呢 就在你来之前 我跟晓妮在那儿休息 然后我就听见两个女生在这儿说 我们要不把这些吃得一扫而光 让他们来的时候就没有可吃的 我跟晓妮要再让他们俩聊会儿 这真没了就 我自己实话 刚才我差点我脸色都变了 因为你真以为是工作人 真以为是导演子 康老师 我再向您汇报一下 你来之前 我躺在那儿偷听他俩聊天 大量的内容涉及到你 尤其是张蕾 对你的那种景仰 真是 我嫉妒 我嫉妒 这有亲师妹啊 我非常嫉妒 首先第一 他认为你这么大年纪了 这么大年纪了 才能保持这种帅气 下次有他的 他认为很不容易 他说人不是越老越衰吗 我不说 你是什么拉皮怎么会 为什么 为什么康老 为什么康老 封面游戏 我什么时候说 反正这是意思 这种话只能出于你 然后 你知道吗 然后当子萌说康老 在练瑜伽的时候 什么时候练瑜伽了 我就特怒了一下 你没看你们在那儿练的时候 我根本不敢走进来 然后 我就怕你们摁着我来一下 我说康帅是属于冥想派的 对 冥想派 然后张蕾说 他还练瑜伽 那根老筋还能练 把那个视频倒过来看一下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翻译过来就这意思 是不是 谁让我翻译了 缺你这翻译 哥 这几个嘉宾我好不容易请过来的 求你了 张蕾对您 真是感受了这个景仰之情 我们一块新年新 对刚强朝期相处的那样 他愣把刚强认证 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 直到纪念他这反过来 那个人不是康徽 你这是什么反蛇肘 真的吗张蕾 没有 真的 你是一直管刚强哥叫康徽吗 没有叫刚强哥 不是 他心里就是一直觉得 那是康徽 那就是康徽 他心里一直想的是康徽 对 咱俩这么定了 来 刚强老师 你确实应该划插一下 春天带来了嘛 对 就八月份 从月初 从明德新年新开始 到现在这十几天 我辗转了六个城市 如果把这儿张家口 算作一个的话 就我的脑子已经不动了 他每一站去的动力都是 康徽这一站也在 我们虽然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但我们昨天晚上在我们这里 办了一场新联心音乐会 我去看了 我们自己办了一场新联心 致敬平凡英雄 然后昨天萨哥为了致敬平凡英雄 有点大发了 然后整个嗓子披了 今天本来跟我说 他一句话都不说的 今天你告诉我 今天拍的是动作片 你跟我说早上起来 爬山呢 骑车呀 骑马呀 开车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妆吧 对呀 你说的是要拍动作 我们坚持要求动作 我们坚持要求动作 拍的都是武器吗 今天怎么来了又有 你这跟老金真的跟我说 我还要告诉大家太逗了 我刚才跟晓妮躺在那儿 她坐在这儿 跟子萌说 子萌 待会儿你从那边过来 这样咱们更合理 因为我不可能坐在这儿 你从这边过来看不见你 她在这儿给子萌说戏 我一会儿你看我 我这样找人 然后我头扭到这儿了 就进来 拍我就可以 太考验眼睛了 来来来 后半场都有她是吗 有她 我走 你回来 这个戏设计的可以 你得从后面走 张伟 有一个办法可以没有她 你没有发现吗 今天有一个主题 我们四个有共同点 你觉得我们是个团体吗 我们四个都是广运的 师哥师姐师弟师妹 只有一个人 有点不太一样 我是师父 所以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支持央视的团结 师父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广运的团结 那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就可以不必再唱了 那就欢送一下 欢送一下 掌声欢送北大的保守生 江飞生天 这个如果按辈分的话 大师哥是哪年 你说入学 对 1989年 89级 96的 96的 20级 我们俩在一起 我98级 30级 叫师父 你是哪级 你是哪级 我94的 94级 98年毕业 94研究生 我是本 但是 你有那么老吗 我94研究 我94博 我94博时候 有醋吗 过天这个早餐 喝着酸奶 再加点 我尝尝 意大利醋 你要不要先弄清楚 稀有盐在哪 真的好 我真的爱喝 就这么怪 我刚喝了酸奶 真喝 可以的 我还喝了咖啡 咖啡酸奶加上橄榄油 还有一瓶宝 小萨 我知道你和小妮是什么感情 上刀山下油锅 她愿意为了我做一切 真的 感受到了 好吧 今天的团剑正式开始 就在这轻松愉悦的河北当中 好不好 来吧 来吧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 好 再见 七点了 新闻联播要开始是这样 他们俩要回去值班了 再见 走吧 我觉得我们出去吧 雨已经停了 享受一下今天的清新的空气 我们现在去骑行吧 要骑着自行车上山 骑自行车上坡 这是我们要团建的帐篷吗 子萌姐你想得太轻松了 团建的帐篷是要自己搭的 我觉得下坡就根本不用灯了 我一直是在 对我一直在惯性地晚上出流 你知道吗 来个漂移 总算到了一点平地 你往前走 我看一看队伍的情况 往前走 快走 快走 撞车了 我怕你一往无前 康辉哥还好吗 好 一定要保证 子萌和康辉的安全 快把担架叫过来 康辉在草地上趴着呢 在刚才那个转弯的地方 脸朝下还是脸朝上 脸朝上 追尾了 只要脸朝上就没问题 告诉全国人民一个好消息 康辉摔的是脸朝上 雨来了 它每一段 你们没发现吗 地上都写着字 是啊 遇见的都是天意 是字啊 我以为是限速呢 我刚才看 我还说这限速多少 放肆哭 放肆笑 还是说大步走 不要回头 好了 各位辛苦了 我们现在终于抵达了 这次骑行的起点 这是起点 你这还起点 刚才张磊差点牺牲了 有一个叫康辉的同志 突然半路停在路当中了 你跟张磊有什么仇什么缘 有主要为了保护他 你是不是想掉到综艺频道 康辉老师一个急刹车 停在路当中 你知道高速公路上 这是最危险 张磊为了避免追尾 直接冲向草地 贝呼 关鍵我是为了保护我身后的萨贝鱼 吸收我自己错 我不用您保护 我在拍你们 今天这个造型加上头颗 你们觉得萨哥 特别可爱 就有点骑同车的感觉 像个小学生 这还往下降呢 中学生还不够 那我们开始吧 快点起初出汗 这雪要下大了怎么办 下大了应该不至于 这真是风雨无阻 我们这会儿应该唱首歌 叫 我们走在大路上 雨衣之下 气氛不算融洽 没有什么能够阻碍 在意的人是我 一个自由的向往 真是有代沟 来 我们唱一首 大家都会的 那就这首吧 来 预备 走 小船儿推开波浪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堂 一只美丽的白鸭 四周环绕着 绿树红香 小船儿星星 飘荡在水中 一年吹来的两双双 一年吹来的两双笔 一年吹来的两双笔 拍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星星 飘荡在水中 一年吹来了两双笔 不许原生吹用 一年吹来了两双笔 在山坡上 找到一个什么地儿啊 小妮 太像新疆了 太美了 你觉得这是不是特别像那种高尔夫球道是吧 他是谁 你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小萨 快打招呼 小萨 你叫小萨吗 小萨 小萨我放了你 你走吧 他还不动 不动 一把他放开我就紧张 我真怕他跑了 小萨过来 好紧张 谁说人家野了 人家多好 你是怕他跑开是吗 对 怕跑走 你战山城王的机会到了 跑 小萨 小萨 回来 走了 真的走了 弯完 小萨 小妮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小萨 我以为他能回来 你低估了 他为什么叫小萨 还我小萨 还我小萨 从现在开始 你叫小萨 你要陪我 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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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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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哪个小萨都能随便摸 我还摸摸你的毛 天哪 你喷了多少毛椒 你真的吓到我 你刚才 回来了吗 小萨 还没回来 不会吧 不会吧 这要丢了我 小妮该伤心死了 还没人追得上他吗 没了 真的跑走了 小萨 回来了吗 没逮到 还没回来 我还有什么心情拍 你们拍吧 从此没有生活 没事吧 肯定会回来的 你话悲痛为搭帐篷的力量 小萨 小萨 选地方吧 我们搭个帐篷吧 来吧 搭吧 我们应该从何开始 我觉得就这一片还可以挺平的 像那种往上的地方是不是不行 就有点坡度的地方 这好不要有坡 因为晚上睡觉你会在里边滚的 对 哦 关键是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不在原地了 已经回北京了 一路滚回去 回来了吗 还是没找着 告诉你找着了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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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人 现人肯定没找着 怎么了 你吓唬我 你吓唬我 你刚才是什么心情 你已经找着了 你刚才是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也害怕了 我挺喜欢那条狗的 你 我怕他跑丢了 那你还把他放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刚才紧张吗 我真紧张 然后你为什么脸上的表情那么淡定 我紧张的时候就很淡定 你看很淡定 我紧张的时候非常淡定 我真以为他跑了 现在还完全不知道这个帐篷 是不是先得压那个杆 就这么大吗 这个先把杆穿起来了 就是这些准备工作做好的 杆 这算穿起来了是吧 来吧 决一死战 我怎么觉得这个场景似从相识 怎么着 就是这种我干活别人在玩 什么时候经历过你干活别人在玩 到时候能加上字幕吗 只有一个人在认真的干活 就是师父 就是我们的师父 好了 小野 小野 谁找着 小野 小野 你俩是不是一年多没见了 感觉好像一辈子没见了 感觉好像一辈子没见 你为什么跑了 眼泪都要下来 我的老父亲 小野 你远离我的小野 过来吧宝贝 你还是跟我在一起比较安静 我觉得康辉哥更让我放心 好 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看着他 他就是这样 我感觉不太对 这个帐篷是六角形的 底下地垫不是六角形的 是不是这个帐篷顶应该和这个底配 对 错了是吗 我说对了 底下这个地垫 我一看形状不是六角形的 老师父也有犯错的时候 主要这边不靠不处 给他帮上 这个角 还是不太对 也扣不上了 这俩地都试过了 不对 换这个地 这肯定有对的是吧 对 肯定是对的 就是拿串了 这个平的是门口 你们门口不是要冲那边吗 那就请把门口转过去 夏老师好专业 夏老师终于发现一个赠礼 终于靠谱了一回 昨天晚上跟师傅通了一晚上电话 那如果按照小萨的理论的话 那这个门应该在这里 就是放在这儿的 对 这个对吗 我觉得是对的 我就叫你拆这个 你看 因为人家师傅说了 就三个帐篷 你两个地垫都已经出来了 那只有第三个帐篷配合这个地垫 你破个案子 小萨你歇会干会活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中间的逻辑 为什么我认定是这个帐篷呢 你想他们铺了两个地垫 两个地垫 前两个帐篷都不合适 一共只有三个帐篷 第三个地点不用再出来 一定在这两个地点当中 有一个地点适合第三个帐篷 那么既然第一个地点 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第二个地点刚好铺开了 我们为什么不用第二个地点 试一下第三个帐篷 万一对上了 一切不就好办了吧 你看现在对上了 谢谢大家 小萨我想问你 如果万一这个是错的怎么办 这个现在证明已经是对的了 还不对 这个房子是方形的 不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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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另外一种情况 只有二分之一的可能 百分之五十 要么是这个对上 要么它对上那个方的 你看 也就这两种可能 咱们先搭方形的 两个师傅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个再错了怎么办 这个再错了 我自己搭 这对了吗 可以了 把四个角扎上就可以了 行嘞 早为什么没用这个 早的师傅一直想给我们搭个漂亮的 圆形的 师傅 这个搭完了 它这个上面有一根大梁吗 没有吧 没有 它就是个三角形的 用松绳拉 我进去试试 还没有搭完呢 三二一 我跟你说 外边下雨的时候 这儿真是不错 是吧 你撑会儿 舒服 好啊小萨 好好干活儿 我觉得你比肝儿好 小萨 采访一下 当门神的感觉如何 没有 我这样有点累 我直接 直接这么顶着 顶天立门的汉子 里面还是要再铺一层什么东西 对吗 是不是有个防潮垫 对 这两个是防潮垫 这个要给吹起来是吧 吹起来 来吧 接下来请小萨表演 如何把这个垫子给吹起来 来 三口 好 三口我就倒地上 来 三口吗 一口 这确实是太难吹了 这吹到什么时候去 不行 吹得我眼睛发黑 不行 吹完它还得出来 这不行 吹不起来 真吹不起来 给我拿个硬一点的纸壳或者什么的 有吗 没用 我跟你讲 在野外你就得想办法 你万一没有打气筒呢 你今天晚上住不住 师傅 你能吹起来吗 来来 我给大家吹一个 看看啊 什么叫做用现代科学 你别说啊 小萨有戏 浩普 小野兽 我来 还有转身 哇 厉害 可以了 天呐 我都不忍心坐着 老师一口一口吹出来的 小萨这也有雏形了 你行吗 你别硬撑啊 我真怕你背过去 反正吹进去了 有气 小萨 看看这个 有希望啊 加油 自己选的地儿跪着也得吹 咱们这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垫 小萨 好消息 师傅说了 我们的帐篷只需要一个垫 这个不用吹了 小萨 我们决定用那个 这个可以不用了 咱们的帐篷只需要一个垫 咱们是不是呱呱呱呱呱呱 小萨默默地完成了一个垫 你还好吧 但是用这个吹 比它那么对着吹 确实轻松很高 很轻松 需要人工呼吸吗 我来 你谁 我来 我看不见你现在 我眼睛是黑的 下雨了 太快了 打伞了 小萨 我们这地点扎的就是 秃顶是什么兵 眉毛病 这就是这个地丁 我来跟你跟你玩会儿 小萨 山里现在这季节 可以 可以吗 现在是训练期可以的 开大的 我不敢 小萨 快快快 小萨 小萨 你什么感情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样还行 快速燃眉 我帮你吧 感觉小萨特别像那个葫芦娃里面的火娃 一直在喷火 终于搭好了 我觉得这是史上最奇特的一个露营 点着炭火 然后前面摆着水果 这样吧 玩游戏 点着炭火 摆着水果 玩游戏 玩议论游戏 第一个游戏 每个人说一个字 在保证语句 通顺的前提下 形成一个故事 我 是 今天来 啥呀 你干啥姐 我以为是什么 故事是好 来 子萌过畜 村草不生 什么机会都不会留给别人 从头开始 再来 我 走 乐 猫 呀 呀 我走了吗呀 对呀 不通 呀 我们再来一次吧 好不好 从康辉哥开始 好 你 好 像 我 的 姐 姐 的 大 杯 姐姐的大杯头 大杯是啥玩意儿 哪个杯 我建议 可以接下去 你好像我姐姐的大杯子 往下接 不是我真的是那么小 是杯子的杯对吧 好 那就是子 你好像我姐姐的大杯子 她直接把活接完了 你看 感叹号了 你好像是我姐姐的大杯子 你好像是我姐姐的大花杯子 你好像是我姐姐的大红花杯子 你好像是我表二姐姐的大红花杯子 你好像是我表二姑姐姐的大红花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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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好像是我表二姑姐姐的大红花杯子 你哥好像是我表二姑姐姐的大红花杯子 表姑 表二姐姐 表二姑姐姐的大红花杯子 你大哥 你说的是你哥是吗 这都一家什么人呢 长得都像杯子 因为我低头一下看见了那个 所以我就 你看见啥就说啥 那是个狗盆 那是杯子 那是个狗食盆 不是哥 新闻联播缺人吗 我去行不行 主任说过 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可以转岗的 转岗 今天太适合综艺频道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玩下去了 我觉得好痛苦 绝望了是吧 有烤肉夹吗 拿筷子 好 那拿筷子烤吧 有油吗 割了油了 贝蒂斯橄榄油给我们拿点好不好 贝蒂斯橄榄油非常好 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 这个用大铁壁子煎牛排 对啊 大铁壁子可以煎吗 就和那个老北京的炙子烤肉一样 我去决定扮演那个品堂的人 哇 漂亮 我对张磊的期待还是 张磊烤肉还是可以 这块应该还是张磊烤肉 哇 很好吃 哇 很好吃 这个牛肉不错 这个牛肉真的不错 出现了一锅鸡翅 是的 是不是可以放在上面 烤鸡翅吧 我最爱吃 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越要升天越要拼命地吃 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你真的快升天 这好像周星驰了吧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因为一套煮真少 平时没人陪他玩 不要了 好不容易跟我们出来一回吧 他特开心 一套的坐在中间 吃着他们烤的肉 他难得这么嘚瑟一回 我觉得那个锅直接整体放进去 我推荐给你们两位女生尝尝这个 这个太好了 这啥 就是百香果的那个 这个炖鸡翅就行 可以吗 它有糖分 对 可以 那你喝了两口了 我没错拿这个炖 但现在目前没有了 就这一瓶 我帮你烤个鸡翅 你这个虎皮尖椒可以 那是小泥弄的 虎皮尖椒 你一直蹲着呢 没事 张蕾一看是特别贤惠的媳妇 她太贤惠了 你还好意思插着腿坐在这儿吗 真的我内心感动至于 我只想问能快点吗 我这端着空盘子已经半天了 但这个油我怕它溅 你倒进去我马上盖上 这不有锅盖吗 对啊 还好 要盖上吗 不用了 好了 在这方面我对张蕾的信任 比对你的信任要高 百香果味的鸡翅 我们搞不好创造了一个新的菜品 有可能 哇你看那个汁挂得很好 真的好吃 很香 来点再来点 从此以后菜谱里面 加上这个 宜宝百香果鸡翅 广远有几个食堂啊 当年 广远当时应该是算上清真食堂 有三个食堂 你们有自己最爱的食堂和菜吗 广远最有名的一个菜 就叫明月肉 对 康威哥来段那个经典的 对明月肉最著名的段子就是 师傅请来一个明月肉 师傅说 亦是播音系的吧 您听出来了 我太怀念了 我太爱广远了 我侄女是今年考大学 我告诉她 你要选择一个能让你快乐的大学 但是你没进去之前 你怎么知道她能不能给你快乐 她是给你充足的空间去成长的 你能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也许你学习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你通过广远的一次次的活动 一次次不同系别之间的交流 你认识了很多人 你的眼界开了 我从不认为给孩子推荐大学 是个明智的办法 这个大的环境多多少少在你身上 还是会留下一些印记 我是其实是毕业之后 我才回头再想觉得 广远的有些东西 它其实是给你提供了很大的这种空间 就比如小妮觉得她在学校里面 她接触了那么多不同的戏 不同的人 我那个时候 其实要想去这样做的话 我也可以 但是我自己就是 拒绝了成长 拒绝了一些东西 对我来说 广远的四年很快乐 我还能出去赚点外快 也算勤工俭学 我基本上大二的时候 学费和生活费就自己收了 我也是 你们勤工俭学做什么 配音 主持 活动 都是完全本专业的事 我那时候走了各种车展的司仪 子萌是去各种车展当模特 他们缺模特儿当模特儿 他们缺私仪我当私仪 主持一场多少钱 我记得当时我挣的最多的时候 是车展吧 应该是一天是一千五 当时啊 一千五 你干嘛呀 你疯了 我走了 你那种一天 怎么了 又开始细经不停 突然勾起了我一段非常伤心的方式 咋了 我大学的时候也曾经 在生活所迫之下 不是车展 是那种电子设备展 有一个显示器 我也不说什么牌子 是三只鸟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套上那个大鸟的衣服去跳舞 他们中间每个半小时 我就套上那个鸟的衣服中间 跟人互动去 耶耶耶耶 你忍受完所有这些 脱下那个一身的汗 一天下来领三百块钱 高高兴兴 真的 你想因为你们有专业 我们学法律的 上到大二 谁找我们打官司 我干的第一个活 是跟我一个师姐去配音 我干了几天下来给了四千块钱 那是我赚的第一点 我从那一天开始就不让我爸妈记钱了 我从那一天开始就不让我爸妈记钱了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我当三天还不如他们一天 我记得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 说你们一二年级的时候 认认真真的学习 不要想出去干活 我大一是真没干过 我是大二开始 我们老师就没鼓励过我们干过活 我大学的我第一次拿到 靠我自己努力拿到的钱 是90年押运会 我们就是去萤火炬 到天安门广场要跳集体舞 最后发了25块钱的补助 我当时觉得一笔巨款 你知道我后来干过一次家教 我也干过一次 我干15块钱一小时 我辅导 我是差不多也是15 一小时 我辅导孩子写作文 但是因为我辅导的效果太好 就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 孩子的成绩迅猛提升 家长说不用来了 我早知道我慢慢来 我这一下把秘诀全教了 教会徒弟饿死是否 成绩一上去 家长说 谢谢萨老师 下周我们也搬家了 那没由此说 我还有一邻居介绍给你 其实我这一季 你好生活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带给你去新疆 如果我们此刻在新疆 你们怎么化解焦虑 围着 刚才导演不是举牌子 我从现在开始不负责Q话题 我就佛性了 你们怎么换解焦虑 和你在一起就没有焦虑 和我在一起 你当了父亲有焦虑的感觉吗 会有焦虑的时候吗 一行期间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带着俩小孩 什么都管 一把屎一把尿 一口奶一场叫 晚上睡几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就醒死了 关键双胞胎 它不是同时醒 它是一个醒了 把另外一个吵醒 然后等另外一个醒了 又把这个吵醒 它永远没有准点 怎么解答 没有 焦虑是常态 不是坏事 原来会觉得我怎么会焦虑 怎么内心不够强大 就现在会觉得不完美 就是才是人生的常态 我焦虑就在于 还没有实现的那些愿望和目标 你还有什么愿望和目标 很多 比如说 业务上还得向康帅多学习 没有话就别说了 听你讲话我好焦虑 他本来要说什么 他本来要天马行空放飞自我的 他突然看到康主任在用灵力的眼神看着 没有灵力的眼神 子萌确实是平时可能给大家感觉 这公园就是大大咧咧的神经大条 你会觉得很多事他都不会放在心上 但其实对于他重视的事情 他会特别在意 有一次这个联播出了一点问题 然后后来我下来 我是跟他说这个事 其实我没想说就是批评他 你怎么能这样 我是想就是给他疏导一下 因为可能已经大家关注这个事 他已经觉得有压力了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刚开始说这个 他就哗哗哗的流眼泪 就弄得我觉得 我欺负他了吗 没有 康说特别温柔 就是当我特别难过的时候 这种温暖的声音一传地过来 每个人都是这样 然后你立刻就行 你要拼我一下我就忍着了 人家还没事就特别疏导你一下 我就立刻就不行了 就崩了 明白了 他不是因为委屈 他是因为这个时候 他听到了一句安慰和鼓励 会有很多事情 其实他很在意 他很希望就是这些事情是完美的 你怎么了 我是不是坐在下风雪 我以为是感动的 确实是感动 但也不至于这个 因为这风老忘了 虽然我不是做新闻的 但我能感同身受 他们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对 因为准确性要求非常高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用什么方式解压 自己真正在意的事情 可以很实 就是完全无所谓的 完全不交流 做不到 你就看小萨这样 小萨看起来是一个 没有任何焦虑的人 但他一定焦虑 焦虑指数 你们觉得各自 如果百分之百的话 你们觉得自己的焦虑指数 大概是多少 百分之六十 八十五到九十之间 我觉得我跟你应该差不多 我应该在八十左右 你焦虑什么 就这么说吧 就咱们做这个节目 只要我一回到房车板门一关 那个状态是 就别人感受不到的 但是第二天 我把房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你看到的是我现在这样 但是在我出来之前 我都始终是焦虑 包括哪天如果我做节目前不焦虑了 那我做节目肯定就没兴趣 就没有那个动力了 不管你准备多充分 你面对永远是未知 是 你根本不知道真正呈现出来 那个是什么 老是觉得有时间我再看看 有时间我再准备一下 你老想把它做到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候 都是会这样 对 我今天其实对小萨可能认识的更多的一点 就是原来她也不是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会那么的信守年来 每个人的焦虑其实都是挺像的 其实这种焦虑 或者包括你在这个生活当中 可能碰到的很多 让你觉得很难承受那种重压的时候 它就是客观存在 我们原来老是想什么办法 说我可以把它消除掉 可以不让它出现 但是它就是生活当中永远会伴随着你的 所以我们就是去努力地跟它和平相处 我觉得行动 你只要去开始行动这个东西 它就是会慢慢地就和你共处 看那边 看那边好美 我觉得我们应该拍一下视频 太阳 夕阳终于出来了 你们用什么方式解释 每个人说一个方式 运动 跑步 运动吗 就是五公里比你非常慢 但是只是最近这一年在坚持 那相当厉害 你呢 不是 我解压的方式还真就是做节目 我很享受这种玩的过程 每次当我看到小妮想跑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 就这个节目我觉得我hold不住 就怎么办呢 有 狗跑的时候我真是hold不住 那是hold不回来 那一瞬间我是真觉得hold不住了 嗖嗖地就跑了 在工作投入的时候 你会忘却焦虑 这个我懂 我现在呢也开始就是慢慢地 越来越去从中国当去找乐趣 用什么方式解压 我通过做面包 烤囊做面包 有时候就做蛋糕 又可以让我解压 我再累晚上在家 我做点饭吃 我觉得不累 你呢 我解压 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撸猫和睡觉 你养猫了 他一直养猫 他养了好多年 天哪 我一直以为台里只有我可以想你养猫 台里养猫的太多了 你是不是平均说没送他一份 你也是猫 我没送你猫 我的书 他没看 几十几块几 说我们都没有看 我记住你了 什么品种的猫 我们家现在有两只猫 曾经有四只猫 现在有两只猫 我们还是来回答用什么方式解压 用什么方式解压 现在两只猫 以前有四只猫 我们家老大现在已经19岁了 已经属于高龄猫 世界记录是31岁 我现在一直在鼓励我们家波波 你要努力 一定要突破这个记录 你都怎么鼓励他 就这么鼓励 还能怎么着 明天给他输毛 明天给他输毛 他心情舒畅了 他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是有意思 每天对着猫说 你们两兄弟 我养的猫是晓妮送给我的 到前年 他突然有一天冲过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照着我眼皮 救了一下 然后给我破了相了 我那几天一直录像 就得拿很重的妆盖着 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 就他送给你的 对 我立刻给晓妮打电话 我说晓妮 你的猫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握底了好几年 她没有忘记她的任务 我那天拿着对奖金 可以行动了 可以行动了 主动出击 好好的那猫 就睡着突然站起来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猫 该出击了 该出击了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用什么方式解压 其实我觉得我的压力 和你们还不一样 你们可能只有工作上的压力 但是我作为母亲来说 我还有当妈妈这方面的压力 所以现在我会在家 我就是放一个音乐 然后画画 我之前对张磊做妈妈的 这个过程不了解 但直到我们几年前 上了一个节目 我们几个主持人一起 然后张磊就讲到 自己生孩子的时候 他真的是走过鬼门关 就这个孩子 对他有多宝贵 然后那一段时间 你承受的压力 是常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带了他一年半晚 把他睡觉 到最后可能现在知道 叫产后抑郁 那个时候不懂 女孩子这个时候是 最许多 要退过的 我将近两年多 你想没有睡过整觉的人 你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们没感染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吧 我小的时候 我妈就说我特别好待 我只要吃饱了就睡 好那太好了 这种孩子也让人不省心 隔一会儿就爬起来看 还在哭起来 他怎么没动静呢 我还在 他怎么没动静呢 我就这样 对吧 对 他以前是一种对孩子 没有任何感觉的 因为我体会不到那种 当爹妈对孩子的那种感受 我经常看着很多爹妈抱着孩子 那种幸福 那种溺爱 那种疼 我就在想我肯定不会 我说我一定会非常理性地 把他们抚养大 为他们提供很多的条件 但我不会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这件事 我可能做不到 但是真正有了孩子以后 你才发现 变了 后来他们科学说 是因为人的这个脑部 有一个区域 是一旦生了孩子以后 这个区域会被激发 一旦激发以后 你对孩子所有的哭闹危险 你都会极度关注 那句话让我特别感动 是一旦这个区域被启发以后 他将永远工作 你对孩子的牵挂和这种担心 会一直伴随你 到生命的终点 单身的时候 没孩子的时候 越不喜欢孩子的人 有了孩子 越是孩子 他的手机内存是满的 每天都会报警 说内存满了 全是孩子的视频 因为拍了太多的照片视频 而且这就 你也不可能删他 舍不得删 当你看到你孩子又这么小 要变成这么大 那个视频你会 我玩游戏吧 提振一下 我们的精神 这个游戏这么玩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规则吧 两个经常一起合作的搭档一起玩 那肯定咱俩他俩 那你呢 我跟小野 你不是有个游戏叫你演我猜吗 这个叫你说我猜 没有动作 说 但是猜的人听不见 只能靠嘴型和表情来判断 你试一下 你好生活 你好生活 你听到了吧 他管这个叫游戏 小萨 真没听见了 摘耳机不错 谁的 摘耳机我留下了 你是不是有点问题 你才有问题呢 能听到吗 完全听不见 但他这个嘴型太 你可以快一点 你说得太慢了 对 接下来就是搭档之间的默契考验 我们必须审片子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审片子 我们必须审片子 这厉害 太棒了 但他基本上审字出来 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你们太熟这个事 你说一个跳出去的 来 和工作无关的 我给你做三杯鸡翅 不许说审片子的事 是吗 康老师现在又焦虑了 一听审片子就陷进去了 来 我给你做三杯鸡翅 我给你说审片子的事 太逗了这个 康辉同志 要不评委本年度优秀员工 我们都不干 满脑子审片子 那你说的是什么 最后一次 预备 开始 还是审片子 我给你做三杯鸡翅 还是不行 不行 我还是满脑子审片子 这是审片子之后的事了 跟审片子没关系 确实这个不太好看 我给你做三杯鸡翅 你让张蕾猜 你说 张蕾猜我说 对 来吧 万一你发现 真听不见 对 来吧 我给你做五杯鸡翅 我给你做五杯鸡翅 你跟我说你是个白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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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这个报应来的确实很快 你再来一次 我给你做五杯鸡翅 你跟我说你中午没吃 对吗 这个太好玩了 对吗 说的啥 我给你做五杯鸡翅 接下来康辉说小萨猜 小野今天会咬你 他故意改变了嘴心 小泥吃了多少鸡 什么就鸡 就惦记着鸡 不对吗 不对 刚才你再说一个 那稍微慢一点点 小野今天会咬你 小野今年多少鸡 这个难 这个难 小野今天会咬你 九号 他现在感到有压力 焦虑了 焦虑了 小野今年多少鸡 用什么方式缓解教育 用什么方式解压 用什么方式解压 来我跟你说一遍 小野 小野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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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会 咬你 会咬你 我们俩之间还算有点默契 我发现了 康辉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是他们播新闻 他很少把嘴会张很大的 让你看到他的舌头和牙齿的运动 但小野说话是这样的 他还不来把舌头露出来给你看 那你再带一次我跟你说一个 你爱李白吗 爱 好甜 他说的都毫无 你每次说的都毫无难度 太可爱了 用什么方式解压 不是刚才那个 审片子说了几遍 这个东西呢 人就特别容易进入一个 惯性思维 就是先入为主 就你老觉得就那几个字 就一定是你自己想的那个 审片子 但是第一个应该说的是审片子吧 对 以后我们三杯鸡这个菜名 在中央台就叫审片子 以后到食堂 是吧 来份审片子 还有一个考验默契度的游戏 也挺好玩的 这个游戏就是 想到什么想什么 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之间足够有默契 我说一个词 你就想到一个关于他的信息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说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 想到李白想什么 三二一 他老婆 对 你说这算有默契吗 这怎么算呢 不是你想说啥 白吗 我想说经典用刘川 没法玩这游戏 我跟小妮八字不合 这事是真的 张磊我们俩玩一下吧 我们俩 你们给我们出题 想到孩子想什么 三二一 想生 这就有和没有的两个 来 想到梦想想什么 三二一 追 孩子 你说什么 追 他想到梦想 跟我想到小野是一个概念 追 接下来是一个生推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 我们每个人会拿到一个词 这个词里面四个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跟它很接近的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每个人都要轮流来描述这个词 然后每轮结束 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投票 决定哪个人跟我们不一样 明白 抽一张 对 来 从康辉哥开始吧 这是我们挺难得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一种东西是需要的 是人必须的 但是却往往是我们所忽略的 需要很多人完成 花钱 我的第一次给了你好生活 我觉得这一轮好像比较容易 明白了 容易 好 来 三二一 你还在往外分票 你怎么 来 导演组 揭晓答案 应该是找 游戏继续 我从来没玩杀人游戏 但我发现我是最适合我 好玩的 来 康辉哥 今天算是 挺开心的一次 你 你快 抱歉啊 淘汰出去我就担负了 裁判和主持人的工作 需要彼此之间的一种默契 才会更顺利 带你了 我不挑地 不下雨就更好了 三 二 一 大三票 三票 你这是什么 我的跟他们不一样吗 不一样 我看 我们都是团 我为什么是旅行 他刚才说的几个信息 花钱 不挑地 来 下一轮 他有一些张磊的性格 他有一些张磊的性格 人生也是如此 总会让人流汗 其实简单的未必不好 会上瘾 审便子 他一定是审便子 会上瘾 三 三 二 一 所以张磊两票 三票 三票 我都知道有三把剑 游戏继续 不是 下一轮 是中国人都喜欢吧 来 小三 细品 有味 好嘞 来吧 久久不见很想见 久久见完还想见 疫情带来这么严重影响的情况之下 可以靠他拉动经济 三 二 一 小萨 我要支持他 不 等一下 那就是我们三个了 来 我开始 我觉得 别吃太多 来 你说 吃太多了也没关系 好 他说完了 吃太多了也没关系 吃之前老想别吃太多 一吃就忍不住 来吧 三 二 一 太能装了 不是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不是卧底 你不是 所以等于我也被冤了 卧底下 所以我得赢了 我不用看 我就知道答案一定是火锅和麻辣烫 谁是火锅 火锅 我不是火锅 我是麻辣烫 我也是麻辣烫 你是火锅 我是麻辣香菇 各位有差别吗 所以其实到最后 都是瞎指 都是瞎指 管了谁 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本栏目由你我的医保独家冠名播出 以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酸奶就喝长知识了 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 《长知识了酸奶》特约播出 我每次看到康慧歌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内再往前的诗歌师姐 新闻播音理想永远是直到无上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目标 但架不住 他们都说我长得实在是 太没有可信度了 我觉得今天天色也晚了 我明天就回趟广院 主题就是大家一起重回18岁 我们要穿成18岁的样子吗 你那胸好土 我就看看你那时候土到什么样 吊渣 那就明天就吊一回 把你现在家里最吊渣的衣服选出来 衬衫嘛 我那时候天天衬衫 它的一个标志立起来的 对 不是全力 它是后面立 下面这么弯下来 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子 威领威领是最闲联小的 我真找不出那种的衣服了 你恢复到那个头型 你当时什么 中分 最难的不是人 好吧 那今天美好的一天我们就 OK OK了 我们不到帐篷里去谈会 对 对 帐篷打起来是为什么 你今天晚上在这睡 好不好 所以今天晚上你们俩就躺着睡就可以了 谢谢美好的一天 谢谢没有下雨 跟我个三来 这次肯定就是更熟悉 就是我们就是搭这块玩 用小泥的这个话讲 就是我们一起度过一天美好的一天 想飞上天 搭帐篷是我一直渴望能够实现的这么一个小愿望 今天在这里实现了 因为野营是我今年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没有做 我就觉得真的是在团建或者是在度假一样 所以我一点压力也没有 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去接受自己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和你产生共鸣的时候 它就会瞬间让你觉得这种真诚的呈现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常态 它也许也是一种完美 快点起 出出汗 给你做三杯鸡吃 剩片子的那 这个月我们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今天我把我儿子带来了 工作间歇的时候 包括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我都会把他带到那个身边来 我觉得这一刻很美好 因为今年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讨厌 因为今天比较特殊 所以过年之后 其实我一直是陪着他 结果突然八月份的时候 节目就比较多 所以接连有很多的出差 然后我算了一下日期 可能我闲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八月底到开学了 抱歉 没事 张磊 开学了有我们几个开学第一课陪他 所以其实以前 我从来不爱说麻烦哪个节目组 我要带着家属或什么这样去 所以这次我特意给节目组打电话 我说抱歉 我说我这次你们那边的环境 允不允许我把孩子也带来 我说我可能只有这两天 能够完成答应他暑假陪他出去玩一玩的喜悦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刻他能在我身边 我又能工作又能陪他 我觉得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我从来这是第一次带他到工作环境当中 我的第一次 我突然有点负责感 我感觉我们占用了 占用他 张磊跟孩子亲密的时间 他可能觉得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各方面 他可能跟孩子的这种陪伴就减少了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你才能收获今天这样一份美好 对 他就是在一起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 就是在不断的体验中 去不断接近生活本质的一个过程 同意 最后一个问题 明天我们就要重回18岁了 你们期待吗 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你先告诉我你这个节目说实话还是 我的确也不期待 不 为什么 因为 谢谢大家收工 我觉得现在就很好 我并不是非常的怀念 或者是说想念18岁的那个岁月 现在比18岁也好 我现在可能我能说出生活我爱你 18岁不一定能说出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 最自由 最洒脱 最舒服的一个时候 你也不期待吗 我都被调剂了 我期待啥 回的都不是我那个18岁 我说实话 也不期待 明天我还录啥 就我一个人期待 我知道我重回18岁肯定没有现在好 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自由的选择 但我向往那个时候 我对未来未知的那种期待感 我知道我回不去 但是我想回去看一眼 我想去我一定去 我明天准时到几点了 现在换嘉宾来得及吗 赶紧打电话联系 赶紧你要承受一种可能 明天你很期待 但这个事就跟剑王友一样 万一你回去看一眼 看到的是完全不是你想要的 但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三位嘉宾你们的回答 是我更喜欢的答案 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做你好生活也是希望更真实的一面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能讲自己心底的话 所以即便明天我们回到18岁 并不是你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我们还是要去 还是要去 毕竟通告已经排了 你早说不就完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